小朋友们你好 今天呢我们要学华文 拿出这本书 打开第26页 打开第26页 首先呢我们先做上面的练习 在这里呢我们要学到量词 量词是什么呢 量词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话 一个人 个就是量词 然后一本书 本也是量词 好现在呢我们要开始做它的练习了 首先呢我们看第一个童话是什么呢 对了是书包 书包的量词是什么呢 老叔告诉你们哦 是个 个是哪一个字呢 你们还记得吗 对了是这个 来跟老师一起写啊 撇 那 那 个 好 现在我们看第二个图画 这个是什么呢 对了是什么呢 对了是课本 对了是本 一本书是吗 一本 课本 来跟老师一起写 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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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现在我们看下一个图画是什么呢 对了是铅笔 铅笔的量词是什么呢 老师告诉你们哦 是 恒 恒 恒 来跟老师一起写 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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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撇 那 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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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了 对了是剪刀 剪刀的量词是什么呢 老师告诉你们 是 吧 来跟老师一起写啊 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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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图画 这个是什么呢 对了你们经常用的是 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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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的量词是什么呢 老师告诉你们哦 是 恒 来跟老师一起写哦 撇 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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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图画是什么呢 对了是 白版 白把的量词是什么 老师跟你们说啊 是 恒 恒 wel 好,现在跟老师一起读一下哦 一个书包 一本课本 一支铅笔 一把剪刀 一个木尺 一块白板 好,小朋友们都学会了吗 现在呢,我们要做下一个练习了 首先呢,跟老师一起看一下 第一个图画是什么呢 对了,老师说过的是吗 是铅笔刀,铅笔刀是哪一个呢 第一个字 还是第二个字呢 对了,是第一 来 来,我们一起把它圈起来 好,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图画 这个是什么呢 对了,是铅笔刀 对了,是你们经常用的 是第一 还是第二 还是第二呢 对了,是第二 是第二 是第二 对了,是第二 来,跟老师一起圈起来 来,跟老师一起圈起来 好,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图画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什么呢 对了,是交水 交水的字是第一 还是第二呢 对了,是第二 是吗 好,跟老师一起圈 好,今天的课呢 就先讲到这 小朋友们再见 感谢观看